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这个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传记。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传记一书章节第九章的部分内容。 胡温正改博弈的最大受益者。 2010年8月以来,温家宝不下十次在各种场合公开谈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备受海内外舆论的关注。 尤其是8月底到9月底,温家宝六次谈及政治改革的话题。 9月30日,国庆招待会。 9月23日,联合国大会。 9月22日,在美国纽约与华裔媒体人会面。 9月13日,天津达沃斯论坛。 9月6日,与美国前总统卡特会面。 8月21日,视察成立30年的深圳经济特区。 10月初,温家宝访问希腊期间,又含有的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专访。 他表示,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 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 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分析人士评论说,温家宝接连大谈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在为共产党谋划退路, 就算不能长期执政,也要为共产党和平转型并在未来立足政坛来个软着陆。 而对温家宝密集是政改呼声,胡锦涛的反应基本上是一声不吭,不关我事。 但2010年在深圳改革3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是个例外。 温家宝讲完推动政改,至死方休前脚刚走,胡锦涛后脚便道, 讲了一番基本上和温家宝相反的东西。 之后没多久,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署名郑清源的连发五篇文章的讨伐。 魏普发表评论指出,温家宝最新一次谈政改,除了提到过去屡次提到的政改内容, 如依法治国、司法独立、选举权等等,还提了一个新的议题,即党政分开。 温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就需要改变目前的以党呆政、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他还说,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首次提出, 党和国家现行制度的各种弊端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7年11月,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正式提出关于党政分开的改革, 并适行取消一些部委党组。 但1989年之后,这些被取消的部委党组又全部复辟了。 而在后来举行的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的报告中,党政分开再也没有出现过。 魏普评论认为,温家宝肯定知道,这个议题不同于他以往谈到的政改议题, 虽然他是由邓小平支持,由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正式提出, 但是邓小平对分散和弱化党的领导,其实从来不感兴趣。 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邓小平厌恶和鄙视分权制衡的制度, 每逢邓小平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 就强调绝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搞自由化。 对邓小平的真实态度,温家宝也能不知? 温家宝肯定更知道,党政分开一向是中共各级党委第一把手,最不乐见的事。 第二,当年赵紫阳搞党政分开的主要障碍,就是来自党委一把手的反抗和抵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现在的一把手们在大权独揽方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无论是哪一级的一把手,他们都是领导核心,地位都比同级政府高。 他们不仅决定政府的人事任免和重要决策,而且只要一出大事,就把政府的人推上前排去领罪。 那么,温家宝为何举出邓小平的旗号,重炒这个被搁置了三十年的党委一把手们最反感的正改冷题呢? 此时,中共正处在一个非常时刻。 十八大权力布局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较劲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 体制内学者连续召开各种民意的座谈会,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试图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民间独立候选人虽然被打压,但依然风起云涌,试图从民间角度逼迫绝不作为的党中央有所作为。 那么,温家宝冷饭热炒,能影响权力布局吗?能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吗? 魏普认为,似乎不能。 魏普指出,温家宝此时提出这个议题,等于是把自己放在直接与胡锦涛和其他常委短兵相接的位置上。 想想看,政府第一把手向党的第一把手叫板,要求党和政府奋权,但党的一把手却装聋作哑。 而其他常委,就像几只鸵鸟,集体把头埋在沙堆里,对温家宝的党政分开假装听不现,这样的错位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 其实,无论是国内网友,还是西方媒体,都看到了这种滑稽而又诡异的政治错位现象。 温家宝是不是刻意这么做呢?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刘华则发表评论指出,高调批判以党带政,党政不分是温家宝设向胡锦涛的冷剑。 温身为一国总理,当然是行政首脑。 能带他的政的,除了胡,还有谁? 温说这些大胆的话,是因为他知道,胡首里有对他十分不利的证据,他担心胡会有所动作,他要给胡家一道锁,这道锁叫政治化。 刘华认为,温家宝谈政改的目的,其实就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这里的经济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混乱不堪的问题,一个是温家宝家族被曝光的越来越多的腐败问题。 显然,这方面温是个成功者,一个政治高手。 在他坚持不懈,一有机会就谈论政改的话语引导下,不仅是将任何关于他家族腐败的指责变成了不怀好意的政治攻击, 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胡锦涛推进了一个狭窄、阴暗、左倾、保守的政治牢房中,独自承担着不改革的罪责,甚至还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失败的责任。 温依据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将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评出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经济发展好,是我的功劳,经济搞不好,是你的责任。 温家宝公开把自己放在和胡锦涛直接叫板的地位,无疑是危险的。 但他想必是,耗准了两重政治脉搏,才敢铤而走险。 一是胡锦涛执政当局的不作为,已经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无论左中右的专家学者中引发强烈不满。 他温家宝提出这个尖端的正改想法,就是要昭告天下,不是他不作为,而是不能为也。 二是,民间对一把手大权独揽现象极为不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异议人士王君涛,在接受,外参,采访时,便明白表示,温家宝的气势和影响力,如果要作为一个政治象征,远远比不上邓小平。 王君涛认为,关键在于,温家宝本人敢不敢站出来,坚定地和民间改革力量结合,推动正改。 当温家宝在蒋正改时,某种程度上,有点鼓掌难鸣,因为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并不附和他。 当年邓小平在1984年讲话时,总书记是胡耀邦,总理是赵紫阳,还有一大批军队支持他。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杨尚昆也是,支持,但温家宝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他的气势和影响力,如果要作为一个政治象征,远远比不上邓小平。 王君涛说,现在中国各界,包括胡锦涛提和谐社会,包括保守派重提毛泽东,包括自由派呼吁政治改革, 还有维权人士在具体利益层面上维护老百姓权利,都是因为知道中国旧的模式进行不下去。 王君涛认为,一个思想家只要说好话,说清楚就行,但一个政治家不能只是嘴上说说,更重要的是实际去做。 温家宝提出政改,认同普世价值,虽然仍有其意义,但温家宝是一个政治家,不应该仅仅去说,更重要是怎么做,能做成什么事。 因为政治家有时候要实现政治意图,说什么要讲策略的,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共高层核心人物没有人像他说的这么好,但做的比他好的大有人在。 对于温家宝大谈政改这个议题,王君涛从比较悲观的角度指出,在体制中位置越高的人,越了解情况,对未来的制度也越没有信心。 王君涛感觉,温家宝的言论是由于已发现中国的问题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将来人民追究起责任时,会把疏失扣在身位总理的温家宝头上。 所以,温家宝的讲话,更像在政治上交权之前的一个人之将死,奇言野善,想与这个制度划清界限。 我们可以看到,温家宝说的明显不是党的大政方针,有点逆高层的主轴而动。 王君涛分析,温家宝发表讲话的思路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温家宝还未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那时的温家宝听从党内最有权势的人。 例如在1989年的较量中,温家宝实际上是帮着邓小平监视赵紫阳,按理说,他是中办主任,应该向赵紫阳负责。 第二阶段是温家宝在十六大后开始担任主要领导时,当时的温家宝位置尚未稳固,他开始对外国媒体发表一些比较开明的话。 这些话明显想与当前的制度划清界限,但还不希望自己的言论影响中国政治。 最近两三年,温家宝面临要交权的阶段,开始说出心理话,想影响中国的局势,希望自己将来在制度崩溃后不要成为被审判者。 整体来说,王军涛对温家宝推动改革的能力仍抱持较悲观的态度。 温家宝不像那种在政治上很有操作能力的人,他更喜欢博得人民掌声。 其实在中国政治大转型的关头,要做成任何一事,都要有担待,绝不能看一世舆论评价的好坏,特别不能去赢得廉价或暂时的掌声。 现在来看,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受过很多误解,但他们都不管,焦点在做事上。 所以最后真相大白时,任兵给他们高度评价,但当时说漂亮话的政治家,如周恩来,很在乎自己的评议,却不拒紧自己的责任,现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温家宝就有一点像周恩来。 有分析认为,温家宝缺的并非是担待,而是缺乏在党内支持他的人。 王军涛反驳这种观点,他指出,赵紫阳刚开始也没石磨势力,但在大转型的关头,人们会期待一个体制的出现。 如果一个政治家说的话,能和人们的心思自然有人支持。 例如,现在说温家宝好话的人都不是温家宝的人,民间运动也是这样,看看刘晓波,高智盛,魏京生。 所以在现代政治中,谁是谁的人,这种话不适合。 王军涛认为,目前中国官方推动的部分改革,仍是遵守胡锦涛的思路。 他指出,胡锦涛现在掌握全党,其政治建设基本思路是强化党权,要党来解决所有问题,党则要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党内的问题,通过党来带动整个社会。 胡锦涛上台后,于2005年和2009年发了两个党建文件,说明胡锦涛的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温家宝的思路就不可能。 文化大革命以后,整个社会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反思就是强调自由,就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就是要党政分开,政经分开,现在都是在往回倒退。 王军涛说,王军涛认为,温家宝讲话后的中国局势发展,恐怕和温家宝的最初意图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邓小平许多讲话虽然启动了多项中国改革,但与他原先设想的却不一样。 1970年代末,邓小平对民主法治的变革做了大量的阐述,但1989年后,局势却不是往这方向走。 中共高层始终流传一个说法,邓小平实际上在经济威权搞一段时间后,也要搞政治改革,但后来江泽民把政治改革彻底从日程中拿掉。 现在的中国格局已经不可能发生一场从高层发动的政治改革,所以很多人说政治改革势必提上日程,但动力不会在高层,动力主要在民间。 王军涛分析,目前民间与高层都有不同的内部分歧,但民间在分歧中逐步形成了共识,也成为推动改革的力量。 他指出,1980年代后期,改革和反改革已经不足以概括中国政治上的派系分野,因为改革者中,有人主张腐败或社会不公,也有人主张权贵资本主义。 反改革者里也有主张社会硬公平发展或主张反西方普世价值,现在更多的是围绕具体话题产生的不同分野。 共产党内部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不同,有地方权势集团,中央技术经济官僚集团,企业家,但现在高层不但缺乏合法性资源和足够的政治手段,也缺乏合理的前瞻性视野去发动变革,完成中国民族在1840年的大转型。 温家宝当然明白,没有胡锦涛和另外七名常委的赞同,党政分开根本就是一句空话。 不过,温反正已经说了很多他自己知道根本无法兑现的好东西,其他八名常委的集体不吭声,不会妨碍他继续说下去。 或许,他在2013年退职之前,还会说出更精彩更尖端的东西呢。 刘华介绍说,据中纪委的可靠消息,2011年初,刘志军一垮台,就活盘拖出了。 他的事情并不复杂,没有外界传的那么深奥,刘通过钱库,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向温家宝的夫人及亲信输送了大量利益,包括直接行贿,高价购买温夫人手上的珠宝,高铁项目输送等方式,将温夫人等总理家属,邱小熊,田学斌等总理亲信,全部绑定在高铁利益集团内,其中以金户高铁为代表的项目。 实际上,工程交给谁,完全游温的夫人说了算。 这也是刘能以大跃进方式,高举高达搞高铁的重要背景。 但胡显然有所顾忌。 这种顾忌,也是时期大以后,温家宝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意气风发,而胡越来越弱势,越来越犹豫不决的重要原因。 胡担心,以温家宝所拥有的改革形象,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是在找个借口,清理一个改革者。 一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简单的经济腐败问题会演化成政治问题。 据中办知情人讲,长期以来,胡就一直有这种忧虑。 现在,随着温的改革派形象进一步树立,胡的忧虑更甚,处理温家宝的难度更大。 但如果不处理,任由温家宝一意孤行下去,总有一天,这些问题会大白于天下,到时揭开了温家的盖子。 他胡锦涛作为党魁,也因为包庇而被天下指责,成为国家罪人而留下昏弱不堪,遗害国家的骂名。 胡的困境,典型体现在邱小雄一世的处理上。 刘志军腐败案火烧到温家宝身上,其亲信邱小雄涉事很深。 胡的犹豫,使温,有了闪转腾挪的机会。 邱小雄被调至国务院,转任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表面上看温是失了一招。 但实际上换来的是温保护了直接与夫人试涉刘志军案相关的秘书田学斌,并有机会进一步控制高铁案,向自身的延伸。 就在邱小雄败走国家税务局之后半个月,温高调出席金户高铁首发仪式。 以邱的被处理,换来了对高铁案的掌控权,这就是温家宝的所得,也是温的高明之处。 你们不是想拿夫人深设金户高铁的事,为难我吗? 现在为难不了了。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胡锦涛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反一个共产党总理的腐败,对于中共这个在火山口上执政的党有何程度的影响? 胡最大的担心在于,会不会因为反了总理的腐败,而导致全民对于中共腐败痛恨的最终爆发, 从而导致共产党的执政毁在他手里,那他就真成了中共的罪人。 胡陷入到进退维艰的可怕困境当中,他若压下温家宝腐败的事实,不反温家宝的腐败, 他不仅将背上不改革的保守派这个温给他画上的脸谱,还将从此受制于温,并因此肯定会成为中国人民的罪人。 但他若反了温家宝的腐败,虽然可以收获一部分党内,民心,但又担心会因此导致中共的分崩离析,成为中共的罪人。 胡温新政曾让人眼前一亮。 胡温的另一个胡不具备的优势,在查办腐败的中纪委,温有自己的绝对嫡系人马,而胡只是以党国领袖之尊拥有中纪委象征性的尊重。 现在,中纪委副书记马文已经全权掌握了刘志军案的处理权,马文将是十八大取代中纪委二把手何勇的不二人选。 所以,胡注定是个无能之君。 目前的中南海,随着老江病体的阴晴不定,太子党及江系人马阵营摇晃,想平平稳稳接大任的习近平,想接总理的李克强,都不希望此时出什么太大的乱子。 而胡锦涛,也不可能有什么震动天下的举动,一切正在转向温家宝的轨道。 而夹在中间的李克强左右逢源,成为双方都以众的重要人选,或可成为胡温博弈的最大受益者。 吊低胡温民生大跃进的调子 重创太子党破解铁三角危机后,位子越来越稳的李克强又开始吊低胡温民生大跃进的调子,主动提前化解危机。 前文已经说过,在中央政府强力推动下,从2011年起,保障房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硬性任务。 而这种中央下达指标,地方完成任务的模式引发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和争执一直未断。 2012年7月,传出中国拟大幅调低保障房建设目标的消息。 财新网报道称,2012年保障房建设目标由1000万套调整为700万套,原定5年内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可能被放弃。 按照原来的方案,中央政府规定从2011年起,用5年时间建设保障新安居工程3600万套。 其中,2011年建设任务是1000万套,2012年1000万套,之后三年还要再建1600万套。 为了保障建设计划的落实,中央政府为各省分配了建设指标,并定期公布建设进度予以督促。 事实上,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保障房分配监督方面的困难等现实问题,上述指标又有所下调。 2011年12月22日,在全国住房保障工作会上,住房合成乡建设部,下称住建部,明确2012年全年保障新安居工程开工总量下调至700万套。 而据财新记者了解,住建部在今年5月底做出了进一步改变上述硬性分配指标建设方式的尝试。 当时住建部发布一份通知,要求各地根据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自行拟定并上报2013至2015年保障房建设计划。 在6月底,各省已将计划数据上报住建部。 不过,据财新记者了解,各地上报的计划数量远低于中央政府的预期。 一位地方住房建设系统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2012年建设目标已下调至700万套。 这次调整则意味着未来三年,中央政府将不再给地方分配建设指标。 原计划3600万套的建设目标将不再被提及,保障房建设任务将由地方自主决定。 据这位人士分析,之所以调整指标建设模式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 这种从上到下的指标分配,也为地方保障房建设、分配带来困扰。 保障房指标分配模式和既定建设指标是否会进行调整。 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中央原本有意调整指标分配方式,但由于地方上报的数量太少,积极性太差。 所以决策层仍考虑在现有地方上报数量基础上给部分省份增加建设任务。 原计划3600万套的建设总量是否调整,尚未有定论。 事实上,对3600万套是否合理的质疑早已出现。 在2011年10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中, 国务院关于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新闻发布会上, 严以新委员质疑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依据不是十分充分, 并指出各地需求差异大,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住建部部长江伟欣也在会上明确表态称, 将根据地方建设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并据此实事求是的确定3600万套原定的规划术是不是要进行调整。 或许主管保障房建设的李克强此次调低目标只是一次吹风和试探, 观察胡温的反应。 但不管怎样,他,或者说他和习近平,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既不想这个空中楼阁在自己手上坍塌, 引来民众一片骂声,也可以修补和地方的关系, 为自己未来执政带来便利。 身怀利器,分管高官医疗保健。 李克强走马上任后,还被赋予了一项不无微妙的职责, 这就是分管高级官员的健康状况。 温家宝第一届内阁,包括黄菊在内,有多位成员病逝。 这五年间,共有五位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人士在任内病逝, 除了黄菊,69岁,还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傅铁山,76岁,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69岁,巴金,101岁,霍英东,84岁。 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曾是当局最高机密,对外守口如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响彻中国大帝的是最高领袖万寿无疆, 副统帅永远健康的助导口号, 人们却被蒙在鼓里, 茫然不知,最高领导人多是危重病人, 是在被病魔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状况下, 对国际民生发号施令,决定亿万人民的命运。 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 中共最高层政要的一个醒目警官是人人一头乌发。 第一线在任官员中, 只有无疑才不但以头发花白坦然示人, 其他人不论花甲之年, 古希之年甚至八十岁都是满头黑油油, 引起无数议论和猜测。 如果仅是某一位领导人染成黑发, 可以归结为个人偏好, 无可非议。 但是绝大部分高官都染成黑发, 这就必有超出个人爱好的原因, 大有可疑。 消息人士称, 高官往往在三个问题上不说实话, 第一是年龄, 第二是学历, 第三是健康状况。 究其原因, 其实就是出于保住官位, 权利的需要。 染成黑发, 不外乎要给人黏肤力强的印象。 李鹏的心脏原来就有些毛病, 但他退休之后, 从2004年到2006年, 先后出版了四部日记体回忆著作。 虽然有中央和出版社安排的助手, 但李鹏对于为自己数杯力传, 颇位上心, 过于劳累, 导致发生脑血栓。 即时送医抢救后, 病情已经基本稳定。 几乎在同时, 江泽民也突发面瘫, 面部肌肉瘫痪, 是由各种原因导致面神经受损, 而引起面部运动功能障碍, 如口角流弦, 口眼歪斜, 面部表情怪异, 僵硬等。 据医学专家介绍, 引起面瘫可能有多种原因, 以颈内动脉系统闭塞, 有以大脑中动脉主干, 即分支闭塞, 更为多见, 也可因血管瘤或高血压性血管病变所致颅内出血, 以及颅内肿瘤所致。 掌权者相信, 公布高官的健康情况, 会导致人心浮动, 最终动摇红色江山。 但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该来的还是要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是中共元老病逝的第一个高峰期, 李富春, 康生, 周恩来, 朱德, 毛泽东等相继去世。 九十年代初期, 是第二个高峰期, 徐向前, 李先念, 邓颖超, 胡乔木, 王震, 聂荣真等人陆续去世, 中间相隔的大体上, 是十五, 六年左右。 按照这个规律推算,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末期, 和第二个十年初期, 就将进入第三个病逝高峰期。 不过, 由于经济, 科技水平, 和医疗条件大位提高, 这个周期, 也有可能延长。 第一个病逝高峰期, 去世的多是在任的, 第二个病逝高峰期, 去世的全是退居二线的。 这是因为, 中国在八十年代初期, 就逐步改变了实际上的领导人, 任职终身制, 元老们交出权柄, 遗养天年。 江泽民也好, 李鹏也好, 健康与否, 都不至于影响中共统治大局。 但是, 对于高层的政治派系来说, 却有影响。 患病, 尤其是如果患有绝症, 就极大的削弱了, 必因自己家族, 派系的能力。 高官健康, 本来一直由卫生部保健局, 也是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 主管, 从理论上讲, 主管卫生的官员, 对所有高官的健康状况, 应该料如指掌。 但是, 病逝的前政治局委员, 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 患肺癌已经四年, 卫生部没有掌握, 中央高层更不知情。 据悉, 还有高级官员已化名, 先后在天津, 上海, 广州等多处向资深医学专家求治, 就是不到北京, 不让上级知道一点风声, 其动机, 也就是为了保住权位, 以至当其病情恶化时, 中央措手不及。 在17届政治局常委分工中, 由李克强分管, 不及以上高官的健康问题, 主管高干医疗, 他便可以详细掌握, 所有高官的健康状况, 督促加强, 对主要部门高级官员日常身体健康的检查和防治, 杜绝瞒报病情, 带病上岗。 据悉, 北京医院, 协和医院, 解放军301医院等主要医疗机构, 均已设立特需医疗机制, 为部委以及中央一级高层领导的健康指定, 安排了专门的医疗防治专家。 某种程度上看, 这意味着, 李克强比别的政治竞争者多一个争锋的密招, 紧要关口, 将某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端出来, 或许就是一颗克敌之胜的关键砝码。